大家好 我叫小多多 我今年四岁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的一年666岁岁岁岁 谢谢叔叔阿姨 哲哲姐姐给我点赞 灵活娴熟的滑雪技术 从容地飞跃障碍和陡坡 这份自信和潇洒 让人实在不敢相信 这些动作 都是一个四岁小朋友完成的 多多的爸爸说 多多刚接触滑雪时的表现 就让他惊讶 有点夸张 因为进太快了 学得太快了 正常来说 你看我现在教着好的小朋友 得需要三天 才能达到他一天的 这个学习的成果 然后他只用了三个小时的 就可以 就进不太快 多多的爸爸张和凯 是一名中国极限轮滑运动员 曾经代表中国拿过世界冠军 最近几年开始滑雪 还拿下了双版自由式滑雪的 全国冠军 在爸爸的影响下 小多多两岁多就开始学习轮滑 还夺得过山东幼儿轮滑的冠军 尽管如此 爸爸还是感觉 多多在滑雪上的进步 堪称神速 大家都觉得我很厉害 其实我爸爸才厉害 班的月把我交成这样 我爸爸还会翻单头呢 学会了双版 多多又在爸爸的帮助下进阶道单板 单板滑雪的技巧性更强 可是在小多多的脚下也都不是问题 我要穿着半只大的千通饭 吃到错了 中心了 这次没到错 这是正确的 不仅学东西快 多多还能自创一些小技巧 比如这样的上雪坡 这是我自创的方法上去 这样很好玩 这些视频都是张和凯用手机拍摄的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下多多滑雪的经历 通过滑雪 能看出来多多稍微有油的一点点的天赋 我是想的就是说 好好培养孩子 希望以后多多能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 去拿个金牌 怎么样多多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宝贝 我带你